你好 我是Elena 为了防止选民重复投票 大马选举委员会早在2013年全国大选时 便开始采用点墨投票制度 由于所使用的墨汁是不退晒墨汁 因此投票后手指上的墨汁一般会维持好几天都不会退晒 甚至出现越洗颜色变得越深的情况 不过根据报道 其实有四个方法能大化和有效地去除手指上的不退晒墨汁 选委会所使用的不退晒墨汁并不会危害健康 只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自动退晒 如果选民想要尽快将手指清洗干净的话 不妨试试倒出适量的漂白剂或使用醋 将手指浸泡几分钟后 再用清水冲洗 选民也可以使用磨刀时轻轻磨掉手指上的墨汁 此外将牙刷或者小刷子稍微弄湿 涂上牙刀后同样能刷掉手指上的墨汁 而最后一个方法是选购神奇海绵并沾上一点点水 就能将手指的墨汁擦干净了 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 这些方式需要反复重复几次才会看到效果 另外漂白剂属于化学物品 对于敏感肌肤的人士并不推荐使用 无可否认手指沾上不脱色墨汁确实会造成不美观 也会浪费每家彩汇 但是选民不应该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投票 相反的选民要珍惜投票的机会 并为手指被点墨而感到自豪 因为这是履行公民义务 行使投票权利的标记 谢谢收看 我是Elina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